今年6月北京保利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创效了24亿的成交金额 这样的好成绩 使得今年在北美进行的联合征集产品 也特别的顺利 一起来看看 北京保利拍卖联合征集产品 近日在洛杉矶圆满落幕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总经理英华杰 中国近现代舒华嘉玲子龙 和台湾代表黄鸿任也出席现场活动 连续两天总计超过百件的各式陶瓷 近代字画以及珠宝古万参加征集 就艺术品本身的年代和背景进行判别 北美的长家也助于我们国内的市场的一些动向 这些动向就是大家更关注于那种最优秀的作品 还有就是关注那些传承来源 比较收藏的没落比较清楚的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它往往是更能够代表 就是中国古代中国近现代 以及中国一些艺术家的最高的水平 保利的这个平台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拍卖平台 所有的作业以及拍卖现场 您都可以就算远在美国的长家 都可以第一时间的透过我们的live直播 看到拍卖的现场以及他们委托的作品 所以算是一个最透明化的长家 其委托方这边是会相对比较放心的 今年是保利拍卖12周年 上半年成交与人民币38亿元 稳作艺术拍卖市场龙头 目前北京保利联合征集会仅剩两场 7月27日 7月30日分别在纽约 以及加拿大多伦多举办 希望这些征集会可以发掘更多 深具市场潜力的艺术品 期待在世人面前一一曝光 展现华夏艺术精品之美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指定是练码的 每天思考 提小央 插